商行总裁杨金龙一句 买不起房可以先租房 引发了民众怒火 反问那租不起怎么办呢 根据主机总处最新的数字 10月租金指数达到104.77 创下了1981年统计以来新高 指数涨幅约1.78倍 但是不少民众认为 光是近十年 实际房租的涨幅 早就超过了三四成 房仲业者表示 因为房价上涨幅度大 物价也上涨 租金投报率低 连带反映到了房租上 所以近期也出现了很多 小坪树 倚居 或者是亚房搭帐篷等奇葩物 年轻朋友一开始的时候 不要强调说他一定要买房子 说你负担不起的时候 你就要租房 央行总裁一起话 引爆网友论战 别说买房连租房都快租不起 因为租房子确实是越来越高 所以就越往外围 蛋黄区蛋白区一直往外围租 当初我们租 可能是一万五左右 然后现在变成两万 我是租整层的 房租上涨很有感 根据主计总处最新数字 十月租金指数又创新高 大家不只越来越买不起房子 甚至连租房子也越来越租不起 那不然就是越来越租越偏远 看看租金指数 2011年2月还在96.21 之后一路上扬 直到去年受到疫情影响 三四月指数来到103.48 短暂持平两个月后紧接着又恢复 越越创新高 最新数据上个月已经来到104.77 再度写下历史记录 虽然近十年租金指数涨幅不到一成 但实际房价早已上涨超过一成 以台北市中心电梯食品小套房来看 十年前约一万五千元 现在至少要两万到两万五千元 才找得到涨幅约三到四成 通膨的压力 房东也不得不因为房价的上涨 而跟着调涨租金 国内房价高涨 部分人士要求政府开征囤房税 财政部也邀及房价显著波动的六都 及新竹县市开会 精进研绎力求稳定房价及租市场 记者先黄明胜 廖星渝台北市报道